首先打开我们压器的开关 然后打开控制台的怎么开关 打开电脑 然后我们进水加水 开开开关 我们这连了一个热水器 可以减少它加热时间 然后进水 这个是水位的显示 这是水的温度 可以边加水边加热 等水位满了之后 它会自动停止 我就不等它加满了 等水位加满之后 抽真空 可以边加热边抽真空 温度一般加热到41度左右 人体皮肤感觉到比较合适 如果太热了的话 就感觉有点烫 有一个注意的点是 水位必须加到三分之二以上 才能抽真空 这个你每次加满就行 加满之后就可以抽真空了 抽真空一般抽20分钟左右 就它就自动停止了 抽完真空之后 然后你打开操作机面 按一下主机开关 然后打开那个操作系统 这一点确定就行 启动治疗导向 然后你再加水 一个进水口 一个出水口 进水口加水 把水加在洗脑盆里边 把水加满之后 当水加满之后 你就可以关掉 再按一下进水口 就可以关掉 打开 BX机 这里有一个水位显示 等水加满之后 这个绿点会变成红点 显示水溢出 这个XY这一方向 分别代表 这个治疗盆 治疗盆X方向是横前面 Y方向是重前面 这也是指的这个治疗盆上下的高度 然后你就可以让病人趴在上面 裸露腹部的皮肤趴在这个治疗盆上 尽量让肿瘤的肿瘤相对应的起表位置 对准这个探头 因为这个探头是在中心位置 然后病人趴好之后 你可以捕捉图像 按确定就可以 然后这就会出现 BX上显示的图像 这个是零度的 零度的界面 然后你可以调节操作台 左右是 这两个是调节X方向 这两个是调节Y方向 这两个是调节治疗盆的上下高度 也就是这方向 然后找到那个肿瘤的位置 这个是BX的高度 BX的上下调节 这个是从零度到九十度 从九十度到零度 然后 在调节过程中 它有一个冻结图像 然后会出现一个小 这个蓝点 蓝点是代表肿瘤的最低位置 也就是离皮肤最远的位置 你 找到肿瘤最低位置之后 尽量让这个蓝点 在肿瘤的中心 中心最低位置 然后冻结图像 然后探头 会自动转向零度 会自动转向九度 点确定 然后捕捉九十度的图像 然后咱冻结图像之后 也会出现一个蓝点 这个蓝点也尽量让它保持在肿瘤的最低位置 在捕捉图像之前 你可以尽量调节 你可以调节 根据这些操作 操作台上这些键 可以调节蓝点的位置 然后捕捉好图像 零度和九十度的图像捕捉完了 然后九十度的图像 然后捕捉 捕捉图像之后 它会出现一个 生成一个治疗范围 这个是九十度界面的治疗范围 这个是零度界面的治疗范围 你可以调节这个治疗范围的大小 可以调节治疗范围的大小 宽度 深度 深度也就是 这一方向 宽度 这是宽度 这个是深度 宽度是x方向 可以调节 调节 调节好之后 然后调节九十度图像的 资料范围 这个你就可以 这个是长度 明镜需要您您的一个 记者订阅